并不是每一包都有 有人拿出来了 海关人员拆开紫色靠枕 拉出里头填充物 拉出了一包包白色物品 但这不是棉花 居然是一包包的大蒜 快手划开包装 一包又一包的大蒜藏得很深 就是要躲过海关 24号基隆关查验来自大陆青岛 这批申报的乔迈谷靠枕 进口货国中 在通过检验仪器时 发现异常 开轨清查发现靠枕内 塞满了大陆蒜头 一共约有8000公斤 打开这个荞麦壳的靠枕以后 发现里面还有甲藏的大蒜 来自大陆的大蒜 因为那个大蒜 我们是不能够从大陆地区进口 这个罚则是很重 国内近期大蒜价格大幅上扬 中秋将至 大蒜需求又大增 业者为了谋取暴力 铃而走险以1公斤250元计算 查获的8000公斤大蒜 可以赚进200万元 基隆官将依法开发并没收货物 想要靠走私大蒜大捞一笔 恐怕还没发财 就得先拾老本 记者朱丁荣 曹娇仁 基隆报道